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设计是对两种在一起的观察 驾字和驾卫 我们可以先看好驾人一驾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特例 人和人之间当然要保障信用 当然中条不定 每个人都有一种自信 所以在自信三条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 拜托把人把东西或是金钱 要拿给你一定的人 往往会发生变化 有时候要做让人吃饭 或是既然先拿去求赚 这种经验很胜 当然是古代人的一种观察 人和人之间 互相变人是非常重要的 把人整天看着钱 他就要玩好不动 会到你 驾卫的家这句话 我们也可以观察 有时候客人传播时 我们会觉得 没传这句话 要加强一种意义 身体到过来的意义 会不敢 变定 这就是这位的鸡 其实这就是冰箱时 真的对到的 一句话 每一个人 闪到第二的人 每一个人 闪到第三人 一种就在过程中 一句话是变定 而且会和原来的本意不敢 这些鸡的鸡的鸡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是真可态 本来是看一句 很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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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变成一句 人虎逝逝 所以多少都有一些发展 看到鸡就想要湯 还是生的鸡的鸡的鸡 这是最接看到 所以客人观鸡 要关通不同的狗位 客人观鸡 一句一句传狗位 不可以生气生虚 这句传狗 驾人的鸡 驾月的鸡 就是教我们 受人之徒 奉人之主 来今天的传狗 驾人的鸡 驾月的鸡 就讨论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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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